哈嘍大家好,我是Yang 那非常多人都會問我說 出來留學會不會跟在國內的大學生有什麼不一樣的經歷 那剛好呢差不多也到了新一代的大學生要進來的時候了 所以我今天要來分享總共的12點 是我認為對於服裝設計的學生 你必須要去注重的一些事情 那我會盡量講的比較偏向食物面的東西 但是我不會詳細的去教你說 你的打板一定要怎樣或是幹嘛 我講的更多的會是 對於你整個人生來說 對於你未來的職業 或是你現在的人生的規劃來說都會比較有幫助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講吧 那第一個不免俗的還是在做技術上的部分 因為像我們在做設計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設計的部分我做好就好了 那我技術的東西我之後要外包出去給別人做或是幹嘛 甚至在我們在在學的階段都會聽到很多人的作品 其實是外包給別人幫忙做的 甚至呢我可以說 技術面的東西可能比你設計的東西還重要 就是你來學校學這個東西呢 你有技術面的東西可以很大的保障 你未來在工作以及你人生後面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保障 所以呢我建議的方式也是說 你要把它學透 就是你除了完成學校做的事情之外呢 你還要更專注的去專研說 你覺得哪一方面的技術 你覺得特別有意思 比如說像我可能在平台的部分 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會盡量的想辦法去做嘗試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呢我之前常常講說說 我覺得知名度是一個設計師或是一個品牌的這個命脈 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去學一下說 關於商業經營的一方面的東西 包含說你的服裝應該要怎麼樣去定價 包含你的品牌的定位是什麼 以及你的客群啊等等這些商業的知識 你必須要去掌握 因為其實你掌握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做設計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做品牌做自己的東西的話 你要了解的非常透徹 那再來一個就是 你要懂得如何推銷自己 就像是我現在在拍影片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我推銷自己的一個方式 因為呢這個社會其實是非常現實的 你如果不懂得推銷自己呢 你其實會失去掉很多的機會了 就像是在面試的時候 就算兩個人的能力差不多相同 有一個人呢 就是特別積極 特別想要去爭取自己的東西呢 老闆呢 也會給這個相對積極的人的機會 所以呢 你必須要推銷 甚至呢 是懂得積極的 去侵略 去爭取你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態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我非常建議你在大學階段的時候 去學習關於投資理財的東西 那剛剛講的是商業嘛 比較偏向Marketing的部分 那我講的投資比較像是 比如說你的股票 你要怎麼樣去達到財富自由 你要有什麼樣的獲利方式 甚至像我一樣 比如說像我們這些東西 都可以建立一些被動收入的模式 那我非常建議你去了解這一塊的東西 因為你出了社會中 你很可能沒有時間去了解這些東西 所以在這個現在的階段呢 你有很大把的時間 我可以去股票看盤 我可以每天去分析說 你就像最近國際非常的動盪 那這些國際的動盪呢 會不會給股市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些都是我會去觀察的 那接下來講的國際觀呢 那接下來講的國際觀呢 是我認為多數大學生都非常缺乏 除了我們少數這些出來的人 我們才會遇到這些事情 比如說在疫情的情況下 你要飛越各個國家之間 飛來飛去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或許 比如說會不會有一些 走走走種族歧視的現象啊 等等的現象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值得去觀察的 而且你如果是 待在你原本舒適圈內的大學生 你根本是沒辦法去了解國際觀這些事情 所以呢其實你國際觀這個東西 你要更多的去看國際的新聞 去知道全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呢這些事情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會後續導致怎麼樣的東西 那國際觀的部分比較難培養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盡量的想辦法 去多接觸這類的東西 再來呢就是 健身 就是我覺得現在已經非常多的大學生都會有在做健身這個部分 可是我覺得 就像很多人才說 就是一個男人自不自律 你其實看他的身材都知道了 如果他把自己吃得跟一個胖子一樣 那我基本上我會覺得說這個人非常的不自律 因為他連他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了 那我很難相信他能管得住其他的東西 養成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不要去抽菸啊酗酒啊等等這些事情 盡量的不要去做 然後養成一個既定的運動習慣 讓自己的體態看起來更好看 而且我覺得這也有助於 你去表達以及你自己個人的自信心的表現 就像可以看到很久以前的我 跟現在的我 對我來說 現在的我也會變得更加的自信 我在鏡頭面前的講話也會更流暢 就像我現在 其實呢我只寫了一點點東西而已 我根本是沒有搞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跟大家這樣講話 所以呢 學會表達學會改變自己 學會自信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健身是可以一個 期待一個很重要的幫助的一件事情 其實第五個牽扯到一個心態就是說 你要懂得選擇戰場 就是你會體驗到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設計業 你會發現說 天才真的太多了 有時候真的不是你不努力 就像我舉例來說 大家有沒有看過火影忍者 裡面有麥特凱 有小李 你說他們努不努力 他們非常的努力啊 可是 他依然不是主角 名人 卓著才是主角 他們有非常強大的血緣關係 非常強大的天賦 所以他們是主角 他們最強 所以有時候你必須承認清一件事實就是說 你 不是天才的這件事情 你要承認說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達到 不是因為你不努力 所以你輸了 而是因為你選擇錯戰場 就很像是說 你叫 Michael Jordan 去跟 阿諾斯瓦辛格 比健美一樣 那 誰會贏很明顯 你叫阿諾斯瓦辛格 跑去當兵 之類的這些 不一樣的項目 那他當然也會輸啊 所以你要非常懂的是 如何去選擇戰場 我覺得 認清你自己 選擇正確的戰場 是一件非常值得 思考的事情 而且 最好在大學這個期間 你可以思考的比較透徹 那心態的部分呢 接下來就是 減少不必要的社交 那這聽起來很反常 很多人都會說 大學就是人生最後 很開心的時間 你可以去玩啊 幹嘛 可是我是持不一樣的 觀念是去說 什麼叫做玩 什麼叫做開心 但是 我也不是說 叫你不要去社交 而是 沒有意義的社交 你沒辦法 獲取一些 歸屬感也好 或是一些知識也罷 你沒辦法獲取這些事情的社交 比如說這些 特殊的軟體 你會把你的時間浪費在一些 其實對你的人生 對你的生活來說 根本 無關緊要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呢 因為短時間呢 會讓你非常的開心 所以他又很容易讓你上癮 就讓你一直維持在這些東西上 那你就很快的 把你的大學時間過完 然後發現說 為什麼有人畢業的時候 是真的那麼強 真的符合他的學歷 有些人畢業的時候 就是 只是 低空飛過 然後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好了那雖然這樣講完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 我在大學的期間呢 其實你要一直跟自己對話 你要非常忠於自己 敢於去衝 我常常會說 失敗並不可怕 後悔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就像現在的我 也非常感謝我自己三年前 創立了這個頻道 然後才可以慢慢走到現在這樣的東西 開始好像有一點成績 所以你只要判斷這個想法 只要不違反法律 而且是有還不錯的成長空間 還不錯的未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大大方方的 去衝衝看 去嘗試這件事情 你也要不斷的和我自己對話 就像是這個頻道 其實做了非常多不一樣的主題 我從很前起 完全針對就是西方的這種 古典藝術的部分 油畫的部分 到我現在慢慢講到 服裝 講到設計 也教到打板 甚至講到一些時事新聞的部分 其實都是我跟我自己 不斷地在進行對話說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我讀了大學之後才有一些後悔 原本的我呢是 明星的升學高中 是我當地的第一志願那 我其實常常會覺得說 啊我很厲害啊 我成績就是很好 你們那些不會讀書的就是一些笨蛋啊 我在高中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樣的想法 甚至我剛上大學的時候也覺得 哇拜託 倫敦藝術大學 我跑出來留學 我就是很厲害啊 你們這些一般的學校 我 嘖 看都不想看這樣一眼 可是其實你 長大了成熟了到我現在之後 我會覺得說 他們說不定做了比我更正確的選擇 因為有些人呢 就像是我們讀高中嘛 有些人可能高中也沒讀 或是他們讀高職 那很快的呢 像有人可能跑去賣車 或是跑去開什麼早餐店啊 什麼東西 結果呢 他跟我完全同樣年齡 22歲 現在可能已經開雙逼開跑車了 然後可能存款有好幾百萬 可能房子都買了 可能都已經有老婆之類的 準備要結婚了 而我呢 現在只是一個剛要畢業 剛要大學畢業的人 當然講社會地位 講一些好看啦 說出來好看的這些東西 我是很好聽 我的學歷已經到頂了 可是呢 在實際的生活 實際的幸福上 我就是完全一點實戰的 的這些成績都沒有 而是他們已經是 身經白煉 而且也已經做出成績了 所以有時候我才會覺得說 你要認清一件事情是 錢這件事情非常的可恨 但是他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請你不要 大學生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一直空談夢想 夢想很好 我也有夢想 像我現在的 拍這些影片啊 這些東西 也是在完成我一部分的夢想 可是我並不會空談夢想 就是說 我就是要做藝術 我就是要做這些東西 而是我會 轉換角度說 我這個角度把我的內容塞給你 不行 那我轉換一個角度 再塞給你 這個角度可不可以 我會不斷的去嘗試 不一樣的東西 跟現實妥協啦 你一定要學會 跟現實妥協 因為這個世界 但是 是在保有自我 保有跟自己溝通的情況下 去跟社會妥協 當你擁有錢了之後呢 其實你的後半輩子 也可以追求夢想 我們只是 先現實 而後夢想 那最後的兩點 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兩點 就是總共 總和了我以上所述的這些東西 就是 請你要擁有計畫 要擁有人生目標 因為現在的大學生 非常常做一件事情 叫做掩蔽 那我個人是絕對很討厭做這件事情 也絕對不建議做這件事情 甚至 所以說 想清楚你的人生目標 就像是我現在要畢業了 我其實都已經排好說 我接下來教完畢製了之後 我接下來要幹嘛 然後我回去 可能我要開始做我頻道啊 我之前不是講過打扮池 或是一些 剪刀這些事情 我可能要開始做我自己的產品 我都有去曾經想過這些事情 所以 你要有一個 清楚的人生目標 但是我不是叫你把 每一個細項都列得非常細 而是 你要很清楚說 我的目標在這個方向 只要我的大方向 是往這個方向走 就可以了 這邊提供一個我的老爸 我有時候會跟我老爸聊天 他給我的一個計畫的方式 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你五年後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我五年後 我想要成為一個 具有一定財力 而且是知名 有辦法改變一些社會上我看不慣事情的人 那我要成為這樣的人 那我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就把它列出來 條件是 我可能要有很棒的經濟能力 我可能要有很好的知名度 好 那再往前 我要怎麼樣才能有很好的經濟能力 我要怎麼樣才能有知名度 再往回推是 那我可能現在要很認真的更新這些影片 我可能要更切中觀眾想要的東西 這些都是值得去思考的 所以就是 先把你的大目標確定 然後慢慢的聚焦回到你眼前的事情上 其實這樣就會讓你自己覺得很清楚說 我接下來要幹嘛 最後一點 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 只要你這一點沒有做到 那我前面講的很抱歉 全部都是屁話 你聽了也沒有用 那最後一點就是 自律 那我認為說 我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 就是我會想辦法 達到我自己想要的標準 可是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自律其實 不是一年365天 或是3650天 10年都把自己管得死死的 所以呢 我會變成是說 你應該適時的給自己放鬆 可是多數的時間 其實你是應該要把自己維持在一個 當你感到不舒適 當你感到你做這件事情對你很痛苦 其實呢 恭喜你 你正在突破你自己 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一個 你邁向成功的代價 你應該要每過一段時間回手看看自己的進步 然後抵立自己說 我想要 我是主動的 想要自律做好這件事情 而不是被動的 我被逼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得做這件事情 而是你非常積極主動的 想要去完成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其實最後其實就是 一個成熟的心態 遠遠比那些技術的東西還重要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我在技術那些東西的篇幅 我可能會放在別的影片專門 教學專門講 可是 我今天想講的事情是 都是偏向這些成熟的心態 那當然也其實也包含一些感情的一些心態 那我自己其實也一直在做挑事 一定會一直跟自己做挑事 每一段時間就reset 每段時間就reset一下 那今天其實也算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就 謝謝大家把這影片看到最後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點喜歡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期見啦 掰掰 一定會留意 我們下期見